OK 大家好 我叫Phoebe 我大概在6、7年前 就想找一些關於報導的視頻 在偶然的機會之下 就讓我看到葉慕斯他的報導 我覺得他講的東西很充實 很直接 你可以感受到的 我覺得很適合我聽 而且對我來說很中用 當時我聽完之後 聽到一兩個報導 之後過幾天我就發夢 好像在另一個空間那樣 遠遠地在教會裡面 就看見葉慕斯怎樣去侍奉人 醫治人 當時我是為了人祈禱的 是不是? 祈禱 還有做一些安慰的說話 但是我聽不到你說的 我好像在另一個空間那樣 但是我看見你在幫人 按他的肩膀 他當時很遲長 我好像一個觀望者 去看見這件事 就有一個好像心靈的說話 跟我說這個就是葉慕斯 你要認識他 我醒了之後就真的覺得這件事很特別 我繼續跟進你的視頻 學了很多東西 我一直都有聽的 上一陣子很重感冒 病得很厲害 然後我今早是有一個考試 很擔心 因為我是很虛脫 未病得好 是很無力的 我覺得很落幕 很失落 又很不開心 又很不舒服 那我怎麼辦呢 突然想起不如又聽一下葉慕斯的視頻 聽一下也好 得到一些安慰 我看你的WhatsApp 我就看到其實你已經有嚴重流感 兩個星期了 中西藥都吃了 是啊 我有兩次想打電話 我是暈倒是站不穩 我從未遇過病到害怕 害怕那隻 我以為我害怕我這一輩子都不好 辛苦到這樣 但是 都慢慢好的 但是好像那個人虛脫 看藥 這個其實是正常的 你病成這樣 那當然是很虛脫 但是我又有事情要做 那怎麼辦呢 最後一天我不考 我已經預約到最後一天 不考的話 我就沒有這個機會了 很兩難 很難 不知道怎樣去面對 那我不要理了 我想起岳牧師 突然間我 就聽你的視頻 半夜三更十二點多 聽你的視頻 那我就打開了他的視頻 剛好就是一個六月頭的 關於一個釋放的視頻 那我就自己 我都投入一下 釋放了我 就當自己在裡面這樣 然後很感受到置身其中 還有有一種平安和安慰 那其實我這幾年一直在祈禱 我真的得不到平安 得不到安慰 那人很失落 又要經歷親人的過身 事業上的打擊 生活上的種種的壓力 那很不開心 那我得不到平安 得不到喜樂 所以他仍然都會比較容易病 那昨天我就投入了一個視頻 把自己當作是其中一份子 希望能夠有一種陪伴的感覺 不至於孤單 那其中呢 跟著我開閉眼之間 我突然間有一種力量 有一種好像戀意 好像很入心那樣 給我一種安慰 給我一種平安的感覺 那我說很舒服啊 跟著我開閉眼之後 那種無力啊 那種痛啊 就是感冒那種骨痛啊 那種虛脫那種感覺 竟然離開了我 是一瞬間 是很驚訝 很特別的 那我就立刻起床走 為什麼我現在這麼有力的 跟著我雖然沒有什麼睡覺 因為很開心 我整晚在那裡聽視頻 那天亮醒了的時候 是回復正常 雖然我有點咳嗽 但是我就可以去考試 很順利完成了我的視頻 無論結果如何 都是一起交給神 很感謝神 其實我為了自己的不開心啊 失落啊 失意啊 落幕啊 親人的過身呢 我這幾年承受了很多 很不開心 那我在那裡尋找我 我怎麼找一條出路呢 那我竟然昨晚在我 就是我這幾年的祈禱 突然間是給了一個答案我 得到釋放 雖然是要等 但是神有的時間 我是明白的 真是很感謝神 突然間覺得那種平安 是很久都沒有的平安 我希望能夠維持住 很感恩 很多謝葉牧師 那竟然不是我意料之中 會得到釋放啊 神好又好 Amazing 很特別的 祂在你想不到的時間 又做你想不到的事情 那就是神 多謝天父 真是榮耀歸比主 神的作為 不是人的能力 是神的作為 神很樂意使用我們任何一個人 我們聽神話神就會使用我們 我聽到我經常都會說 神啊我真的不配 但是我們聽你說你就使用我們 我是很感激的 我完全不覺得自己有什麼特別 我只是覺得神很特別 神使用我們 榮耀歸比主 多謝天父 神明的歌 神經病 神經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